台九县三明断两旁的芒果露树 配合苏花改道路拓宽工程 而进行修制断根准备移植之际 不料在这个月的11号 施工厂商却发现 部分的芒果树树生招人砖孔下药 导致有200多棵芒果树因此枯萎并临死亡 而施工厂商也立即报警 目前警方也全力气凶中 素有最美丽芒果树花大道的台九县三明路段 两旁树林超过40年以上的芒果树 近日却出现了部分路树树叶枯萎 引发民众关注 我们看到的是马路上 有一排将近四五十棵的芒果树是死掉的 那原因是什么 民众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请副主长一并说 你为什么它死掉了 政代表吴信文指着芒果树身上的砖孔 请公路局相关单位说明 我知道以后就请他 4月11号请他去调查这种项象有几棵 那4月11号全部清爬起来 大概有两百多颗树被砖孔 那一开始有一两颗 有一些有颜色的感觉是荣药 可是后面好像有一些就是没有荣药机状 反而以为是砖孔还没下药 那4月11号后来有去 那当天清爬完了 我去三明派出所那边去跟警察报案 台九县三明路段两旁的芒果树 因道路拓宽工程的需求 速化改工程处施工厂商 从今年三月在林市所专人指导下 进行修枝断根 准备进行移植 不料4月11号发现了部分露宿树干上 遭人专动下药 导致了有两百多颗的芒果树 因此枯萎 瀕临死亡 施工厂商除了立即报警 也进行洒水灌旧 期盼能有奇迹发生 我们请刑事所的人员来帮我们查看一下 看有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部分 那林市所的专业说 第一个就是农药下省的情况 什么样的农药就没办法判定 所以变成说目前就是 他之前给我们建议就是说 赶快去浇水 看水能够把那个毒素吸湿掉 看准备自己的抵抗力能够处理 那包含下礼拜我们林市所的长官 也会来现场来看这些入宿的状况 目前看起来大家刚好经过 其实状况卡仗不是很好 因为警方在调查的时候 有发现现场有一些急救的农药罐 应该是都有下药的 因为还有部分树干出现两到三个砖孔 但并没有被下药 施工厂商也担忧破坏情况会扩大 警方对此也高度重视 目前也正积极侦办 全力弃凶 记得石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